喂喂喂 都超重了 你怎么样 真是这么严格 什么关系呢 关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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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 手就发光了 这个 来上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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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这边 这边 来 这边下来 陆星成 如果你真的够胆的话 你就来我们下一站转位 来对我们指指点点吧 我一定要在他上门前遇到他 处编 请您推荐我加入设计部 我真的很想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 来 来 来 等我一下 主编 来 陆主编 来 你们真厉害啊 现在连我住几层都知道 哪去 陆主编 我 陆主编 就 救命啊 救命 我是那个 我帮你帮你帮你帮我 她说了什么 干什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你这个倒霉鬼 陆主编 我那个 我不是您的粉丝 我这次过来的目的主要是 我希望您 我 我 我 就是想要你推荐我当设计师啊 好嘞 谢谢 谢谢 谢谢媒体的朋友 我们现在不接受采访啊 以后 一会儿去 一会儿去看 我们主编啊 陆主编去把拍照 帮我走 帮我走 路上读车 读车呀 看您说的 陆主编能来啊 都逃避生灰了 来 这边请 先合个眼 你们看吗 然后继续管理 是这样的 奖呢 马上就要颁了 但是今年这个奖 给了程佩玉 程总 这是什么 程总 他不是致力于慈善吗 这奖给他干什么呀 程总去年创办了新品牌言格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 你们这奖班太有创意了 我都能这些越办越好 好 不好意思 先生 不好意思 再让一下 谢谢 差不多就可以了 行了 没听朋友 没听朋友 好了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你这签名 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我今天早上刚签的 主编今天早上刚签的 真的假的也无所谓了 反正也干不过三个月 来 给你 这个奖怎么会颁给程佩玉 就是 去年创立了品牌 今年就获奖了 绝对有黑幕 他绝对有黑幕 肯定是 那个程佩玉老公是谁啊 是陆润 他是那个什么 教授 到处都是他的人 连我们时尚圈败密江山 这一半的人都是他的学生 他说一句话 就可以决定一个设计师的生死 达理 以后记得问清楚 他们两个人的场合 我都不参加 听到没有 放心吧 我打听过了 今天这个奖啊 他们两个就没来 替颜格来的 听说是新来的艺术总监 叫陆颜之 那个人一样 颜格会得奖自有他的道理 我回来了 累死我了 我回来了 累死我了 夏夜在锅里 自己去吃吧 怎么样 看来又没成功吧 没成功也没事 两年之后又是个好日子 我明天 就要去设计部了 就要去设计部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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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 我给你尚尚意识 不用算了 只要坚持每天比坏运气 先走一步 我早晚会成功的 运气好不好不知道 心态是挺好的 好好好 快点 快点 不急 快点 时间了 那个 你们俩设计的 是 你们俩再等会儿啊 请问一下 这是谁设计的 我 我设计的 老刘 是你设计的呀 什么东西 主编说的 你们俩 这是你们设计的 天才呀 你是用什么设计的 你是哪儿来的理念 你是用你头想的 还是用你屁股想的 我用我脚画的 都比你画的强 你们可真是天才呀 大爷哥 来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设计部的黄历 设计中的天才 还会点设计的天才 大齐 来 到这边 我为你介绍一下 设计部的 一群天才 阿林 拖杆天才 小金 偷懒天才 比利 天才中的天才 老刘 天才中的极品 坐下 大家好 我是从行政部 调过来的童小悠 请大家多多关照 好 大历哥 我坐哪儿 对 来来来 等这个黄历 被开除了 你就坐这儿 跟我来 你现在临时办公的地方 小白 这位是天 不是不是 这是你的新同事 封晓悠 你好 把这些垃圾收拾一下 帮忙 小白 你们怎么都 我们设计部已经很久没有休息了 我以为你加入我们不休息行为 你做这是什么东西 马上 我马上赶 走去 就这样 我顺利地进入了设计部 你做这是什么东西 然而我服装设计师的生涯还没开始多久 便天真地以为主编看到了我的才华 大历 主编 帮我背车 好了 好了 音乐 感谢观看 主编 这些画是你画的吗 嗯 是啊 浪费时间画这种优质的东西 这是浪费我们吃个的工资 主编 你说是幼稚 那我相信他就是幼稚 但我想知道为什么是幼稚 哪里幼稚 让开 主编 我想编得更好 所以希望你能给我一点建议 这一切怎么跟我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主编 我想编得更好 所以希望你能给我一点建议 这些画是幼稚 那是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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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幼稚 妈妈 妈妈 你帮我看看 这张画要怎么改 我想编得更好 这儿特别好 你把这个地方 把手的结构 再强调一下 好 早上 早上 猪片 你怎么把这么珍贵的两本书 从家里带来了 难道是送给我 把这两本书拿去给童小悠 请她马上看 你干吗 我嫉妒你 主编 让你把这些书都给看了 好 好 你怎么回来了 我送完就回来呢 我是要你盯着他把书看完 然后拿回来 好 快去呀 快看 我会看的 看完了我就还给主编 不用担心了 主编 让我看着你看 不用这样吧 考试的时候有监科老师在旁边 谁都考不好 你就偷着乐吧 主编的书可从来都不爱见 谁稀罕呢 他昨天还骂得世纪幼稚的 你问问 整个杂志说 他哪个人没骂过 包括这么优秀的 那他骂就骂吧 他还好感告诉你为什么幼稚啊 一句话都不说 没有 哼 好 哒哒 我看完了 主编说得没错 我设计的那些确实是幼稚 那 要不要把你之前说的话 转达给主编 那倒不用 你就转达一下谢意就好了 还有谢谢你啊 大力哥 不客气 不客气 干吗不带上我 我说了我不是陆星辰 主编 你这个助理到底怎么当的 为什么八卦杂志打电话 要打到我手机来 我 我也没想到 八卦杂志也那么八卦 把那些照片都给发出去了 那 那 那我们要不要做一下 你现在既然有时间 你还不如去把仓库打扫一下吧 你知不知道这几次送来的单品 都脏得要死 出去 主编 这是童小悠看过的书 看完了吗 他 他都看完了 他说这两本书啊 对他特别有提高 他觉得他自己前二多年设计的确实幼稚 他说让我转告您 他对您是 砍击涕零 我来啦 清朝 有没有想我 有没有想我嘛 怎么了 你们在说什么呢 没有 今天呢 我特意过来 因为最近外面绯闻传得很凶 我怕影响杂志的销料 但是 绯闻新闻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情 我看看啊 今天还是很帅 还穿了红色西装 领子也好特别 心情一定超好的 你觉得我不知道 这几天的新闻是你曝光的吗 温西 你是我们杂志的首席模特 可不可以请你多用 救你心在工作上吗 好吧 你不喜欢绯闻 没关系 我还有个办法 给你看看啊 登登 你看你看 像陆星成这样 看 我真的是打心里看得惯他 他又批评时尚拳 又批评模特拳 如果他真的够胆的话 陆星成 如果你真的够胆的话 你就来我们下一站轮位 来对我们指指点点棒 你说这个主持人讲的不怎么样 一天天叫嚣你 我们去 拿第一给他看 这个节目有火吗 超火的 现在超级多新的设计师模特 都上这个节目 好多都没有名气 直接就变得超有名 都比我差呢 对对对 我听说了 我想去综艺 这个东西节目 它的播放量 我想去综艺 好 我让你去参加这个节目 真的 大力 我真的可以去吗 你当设计师吗 你去跟佟晓悠说 请她以设计师的身份 代表我们杂志社 参加这个节目 这已经是第七遍了 这已经是第七遍了 陆星成先生 让你以设计师的身份 代表本杂志社 去参加下一站 闻位 不会有第八遍了 加油 帅人啊 下面 让我们的五位评委 为佟晓悠 打出你们心中的分数 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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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零分 佟晓悠女士 你也不要气馁 五个零不代表什么 人生都是从零开始 所以继续加油 谢谢大家收看 本期的转位 下期再见 谢谢 加油 简直就是我职业身上的耻弱 赶紧被衣服脱了 好 好 好好好 小悠女士 真的是非常感谢您 当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没有你们的参与 我们这一期的收拾率 肯定是报不掉的 陆设计师 恭喜恭喜 您的作品真的是非常惊艳 但是想不到 生命海外的陆任教授的儿子 却奉行拿来主意 真的是令人 大开眼睛 沐老师 您该准备了 好 加油 拿来主意 好 好 还好吗 很好 那个比赛的输赢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够重新再看到你 真的太好了 确定你还还可以吗 我真的很可以 你可能不知道 你设计的尼基 还有你 一直都是我实现 梦想的一个目标 我能成为设计师 那今天站到这个舞台上 都是因为你 我再次见到你 我真的太激动了 太激动 你还挺特别的 一般人说到比赛 不应该是很沮丧 可是我感觉你好像 很开心的样子 我是很开心 确定还好吗 我没事啊 我 你还记得我吗 我们之前见过 没 没见过 刘云基 太少了 主编 你不能因为我失 比赛就打人啊 是 喂 喂 你不断 你不准个人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巧 怎么拿了这么多衣服呀 这对我来说算少的了 这是你的包啊 真好看啊 你这个包 谢谢 这是我自己手工做的 手工做的 喜欢吗 送给你了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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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厉害了吧 这么复杂的工艺都能做出来 这是你们查克的最新设计吗 对 这个面料 你知道这个面料啊 这个面料是1945年的时候 由法国研制而出的 当时都用作军用物资 后来在巴黎时装周上 被设计成了女装 轰动了全球呢 还有啊 这件 这件我知道 当年张千初始西域 带去了中原文化 而且还把丝绸技术 带到了中亚国家 这上面的印花呢 就很有早期中原文化特色 这应该是当时中亚国家 受到了中原文化影响后的产物 真没想到 你对布料还挺有研究的呀 没有你了解 其实之前出国的时候 我学的不止设计 还研究了一些布料 你出国了 嗯 差不多在十年之前 怪不得从那以后 我就没见过你 你 今天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我现在有点事 我下回再跟你聊啊 对了 你还记不记得 十年前有一个 想学设计的女孩啊 十年前的事情 我记不太清了 但我现在遇到一个 遇到这个傲娇会真太倒霉了 遇到这个傲娇会真太倒霉了 让开 主编 你可不可以多分配给我一些 跟设计有关的工作 我真的很想成为一名设计师 这要让你去拿五文零啊 我是想多接触一些 跟设计有关的东西 而不是做这些杂事 做什么 杂事 你主编我主编啊 当然你是主编啊 那就照我处理去做 谁把垃圾桶放来这边啊 收拾干净 陆星成 我就是要做设计师 我一定要做设计师 来 一定会做设计师 公司 harus 要自己多分ね 可ior 您好 我找一下设计部的童小悠 你是洛言之吗 就是那个跟童小悠 一起参加比赛的那个设计师 嗨 真的是你啊 你好帅啊 谢谢 那 辛苦 童小悠她现在不在我们公司设计部了 她现在是我们公司主编 办职位最小的那个助理 助理 那 辛苦 好 好 童小悠在公司吗 她出去办事了 应该马上就回来 好 那 我等她一会儿 嗯 谢谢 好帅啊 陆言之 陆言之 你怎么来我们公司了 跟我们杂志设有合作 怎么可能 往来肯定是为了你啊 为了我 我刚刚听说 你已经成了陆星成最小的助理了 对 我想跟着她学点东西 那 这个可能现在很适合你 记得回去好好看 什么样啊这是 头发啊 疤疤 疤疤 niche 给我 你能分落她 哪有这个 还没什么 你再打呢 我应该去接她 待才可能 这 这边服务吗 这是你的荣幸 谁稀罕 我现在可是块香补补 这个是吗 来了 你拿一张 走 比较好 主编 这些是你要的布料 这个是大家的工作总结 这个是你要的素材 我都整理好了 你要是困的话 可以抽自己两巴掌 把那些拿块给我看 主编 你都不会累吗 像你这样一天 工作不到八个小时 就会累的 应该是还没经过好的人 又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 天赋异彼 那你凭什么想当设计师 我没有天赋 可是我也是有目标的 会实现的叫做目标 不会实现的叫做什么 你知道吗 白日梦 那如果我跟你一样 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 我也可以变得 像你一样优秀吗 不会 对 那如果 你会 过劳死 那我先去死 过来 把这边 这边 这边 全部做成电子档 什么时候要啊 明天早上 如果是大力的话 几个小时就能做完 我让你到明天早上 你啊什么啊 不好 by Bon by Bon Ficky af ie o ik ni 主编 什么事啊 我的项链呢 项链 我想起来了 我放昨天那个包里了 明天我一定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我现在就要 现在啊 还好 我小时候的偶像 在我最绝望的时候 向我伸出了原手 我都还来不及好好谢谢她呢 怎么样 真的一模一样 能帮到你就好 我得先回去了 下回机你吃饭 也没进了 你这 主编 项链我给你找到了 在哪儿找到的 我 在家里找到的 放包里了 我给忘了 找了好久呢 我 主编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不过你找到了 怎么不告诉我呢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你是谁啊 你还不明白你出来哪里吗 我错在 不该粗心大意弄丢你的项链 你做错事不主动承认出 你还想说话 这就是你在工作上的态度啊 第二 你居然敢造假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行 最最最最最机会的是什么 抄袭 我真的是傻 我明明已经给过你第二次机会 我居然还会再相信你 对不起主编 我知道错了 我 我也是想了很多办法 我不小心把你的项链弄丢了 然后我就想上网找一下 可是网上根本就没有一模一样的卖 我 迫不得已我才找人 帮我做 搞了 你别开除了 如果cia冷气 这次上网上 bestimmt 两年 现在让我走 还真有点舍不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的人说 这个人生啊 就像一杯茶 越泡越大 那我的人生 是不是一杯苦丁茶 不仅一开始过 还老有人往里面添茶 越来越苦 我太难了 我是倒霉的人生 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吃irsin 露星成 喝酒呢 我现在正式向你提出辞职了 老子再也不受你的气了 你这开玩笑吧 是我开除你 开除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现在拥有的这些 不都是因为你运气好吗 你要是没有运气 你就什么也不是 我 成功考的是实力 放开 你工作的时候我在工作 你在睡觉的时候 我也在工作 放开 那是因为你睡眠不好 累死我了 怎么样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我都没有休息过 你跟朋友去看电影的时候 我也在工作 你做 那还不是因为你没有朋友 你有朋友 你有家人 放开 那都是你们这些失败的人 为失败找借口 我没有家人 我没有朋友 在我录星辰的字典里面 没有愿意 放 很多关于我和主编的事情 从那一刻开始 其实怎么说都说不清楚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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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主编 你在天台上干什么 你怎么叫我 整个公司的人都上去了 这 快看 陆主编和佟小柔在这儿呢 快 慢点 慢点 你们都不下班 跟我来这儿干什么 我 我在这儿 佟小柔 佟小柔 我活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倒霉的早是我 我也不想活了 主编 佟小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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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别过来 只有主编才可以过来 好了 佟小柔 佟小柔 别排了 听我说 不管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要生死还是嫁性 我都答应你 佟小柔你 佟小柔你 别排了 你放了 说我自杀 总比说我们俩在这儿 过来也好吧 走走走走走 走吧走吧 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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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们今天怎么一起迟到呢 不是 这怎么回事啊 这项链你再敢给我弄不见你就死定了 赶紧给我分开 什么情况 我也好久没做过副驾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喝酒了 还得麻烦你开车 没事儿 我可是考过驾照的 就是好久没有摸方向盘了 不用紧张 给你放点音乐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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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 你怎么会出来 我 我 我不是叫 你是说佟小悠啊 我把它交给陆言之了 应该没什么大事了 这 这 主编 你刚才约了谁啊 没事去送送会场啊 不不不不 主编 那个 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 你看一下 今日播报的独家报道 出名时尚杂志 Chic主编陆星成 在十年前卷入一场车祸肇事悬案 在车祸造成第五死亡 多人受伤 好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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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